兩位導演好 我想請問一下就是 因為在這之前啦 我覺得電影跟 就是電影的票房跟導演其實是比較切割的 也就是說 以前導演好像拍完片之後 就等著看票房 那現在就是中間有一度就是因為網路 就是九江峰還有 還有其他其實都是一樣 就是因為 一些就是民間的口耳相傳 然後還有網路的力量造成票房的一直 就是越來越好這樣子 那所以我想請問就是 就是兩位導演其實現在片子都拍了 然後也今年都是上映嘛 那你們有沒有思考過就是 就是所謂的行銷策略 跟導演之間的關係 到底有沒有一種新的呈現方式 因為其實今年先破譯的這部電影 就是那些年 他們的行銷是從 就是印前跟印後現在還是一直在做 然後翻滾馬南海後啦 也是因為就是 一直的積極參與印後的QA 到現在就還是會有在努力 所以我想請問一下 兩位導演對這部分有沒有新的想法 因為畢竟你們 海家機要跟九江峰都是拍完之後 就是等著 等票房的嘛 那現在 導演有沒有什麼 就是 上映之後要 去努力的 就是你們覺得你們 因為拍完了你們也沒事啦 我們如果跟你們講說 啊加油 你們應該也不知道說 啊我電影都拍完了 到底要怎麼辦 這樣子 謝謝 嗯 我覺得 這個就 我覺得像說行銷策略這個東西就跟 它就是 它是另外一個專業了 然後 嗯 就跟拍電影一樣就是 越多人做 然後 越有經驗 然後大家會看彼此成功的案例 然後說 欸它為什麼做得這麼好 它怎麼可以做到的 那它是什麼東西 我是不是也可以試試看 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然後大家就是越做越好 那 但是我覺得對於 對於我就是做 導演 的話 我其實 比較主要就是 配合 那個 他們的宣傳的一個策略這樣子 我覺得就是因為 我在拍攝的時候 不會有宣傳的人 跑過來在我的背後說 你應該怎麼拍 你應該怎麼樣 你知道沒有人跟我講這種東西 所以 嗯 一樣 我覺得在 到了宣傳期的時候 還是就是說 甚至於我們在拍攝當中 他們要做一些 宣傳的一些工作的時候 那是他們的一個專業 那是他們的一個領域 然後我尊重他們 身為專業的人士 他們的一些判斷 所以我不太會去 過問什麼 當然 如果我覺得有些東西 太不妥了 還是說 你這樣子做 其實不太好吧 這個東西可能 會不會有一些負面的效果的時候 我可能會提出來 但是主要其實 我就是還是看 他們可以想出一些 什麼樣的創意 他們可以想出一些 什麼樣的方式 來宣傳 就是我拍出來的 這樣的一部片子 因為大家都在自己的 專業裡面 對啊 有什麼樣的創意 我拍攝了 我拍攝了